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是滚珠 滚珠的部分我们是去寻找适当大小的滚珠指推轴层来当零件 第二个要用到的是螺栓 使用车床车制出我们所需大小的螺栓 然后用洗床做出外溜角造型的螺栓头 且用螺丝模切至外螺纹 因车床上是M10的螺纹 因此我们制作的也是M10 第三个是矩形弓箭 矩形弓箭是为了模拟车床的平面而做的 做出了两大两小共四个矩形弓箭 且在中间打好配合螺栓的孔洞 用磨床做最后的表面粗烧处理 接下来就准备将我们的种种零件 装到虎前上来做模拟测试 我们用虎前夹齿较大的矩形弓箭 并把另一个较小的放到夹齿上面 这样就有车床平面及富士刀座的效果了 再来把螺栓放上去配合 然后就是实验环节 我们将两组实验 一组为没有滚珠装置的 另一组择油 然后在螺栓锁紧时 用扭力板手锁紧 以确保锁紧大小一致 然后还有用量表来检测 小矩形弓箭的偏移量 在这次实验中 如我们预期的 螺栓在使用轴承后 能使平面的偏转量减少 但在测试期间 我们发现弓箭不太能承受锁紧的力道 螺栓和铁板都出现了些伤痕 于是我们把零件去进行脆火加工 希望能增加硬度 在脆火加工时 我们把温度设定到800度 希望可以透过脆火把弓箭硬度提升 而脆火完成后提升了弓箭的硬度 于是我们打算做进一步的实际车床测试 把零件都放上车床后 所需要做的实验就是 一个用旧有的六角板手直接锁紧 而另一个就加上我们的螺栓及滚珠 用扭力板手来锁 因为螺栓头有外六角的形状 且两种测试都一样搭配量表来检测偏移量 测试完成后我们发现 就算是在车床上实施锁紧 我们的防挫动滚珠螺栓仍然有功效 我们也有另外发想到类似的装置 可以使传动轴既拥有滚珠轴承的固定功用 也可以有在转动时因滚珠的关系 不会出现与其他轴、零件干扰的现象 这个我们也有做出3D图 来建构出我们的构想 我们认为这跟我们这次的 防挫动滚珠轴承装置原理相近 或许也可以有不错的表现 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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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n